董事長 現在疫苗確定來台這是好消息 但是疫情也是正在增溫 那股市怎麼看呢 我跟你講 我先跟你結論 疫情會比你想像中還嚴重很多 我今天有個數據 2跟5的一個數據 2跟5的數據 你就知道 可能全台灣很快 會有1%的人口得病 真的嗎 為什麼 我不是唯言聳聽 可是你今天節目一定要看 然後為什麼 可是這個疫情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今天節目超級精彩 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 鄧姨 今天是5月19日 台國開盤16,112點 中場收在16,132點 跌13點 美國市場對於通膨的擔憂疑慮再起 大型科技股翻黑 四大指數是開高後震盪走低 中場全數收黑 那台股今天大盤呢 是在萬六關卡前震盪整理 多空對決 後續盤是解析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台股王 單周績效記錄保持人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好 Roy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 今天大盤 這樣子真的好刺激 但是我想到一個 又有利多啊 又有利空啊 對 多空這樣對決 你沒關係 當然利多利空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好不好 好啊 但是我想到一個你的預言 是 對 你在禮拜一的時候就有跟 禮拜一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禮拜一的最低點 就是近期的低點 不會再跌破了 喔 我要前料 不只是禮拜一講 我是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五 禮拜六就講了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六還加班 禮拜六還加班 是 特地加班 就是我 我是工作款 因為我覺得我要為我粉絲 跟會員負責任 沒錯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喜歡我 有沒有 其他有志 雖然這樣 點皮也好 我自己上 自己說 可是那都是事實 我歡迎比較 有沒有人LINE粉絲人數比有多 Telegram粉絲比有多 有沒有 我是為你們犧牲 我很多事情其實 我覺得 我不要說犧牲啦 我覺得我很開心啦 為大家努力 你繼續講 對 沒錯 因為我今天看到最低點 今天的最低點是一萬六千零九點 果然這樣子跌下去之後 他滿錢守住萬六就再繼續往上彈 是 對 但今天就是結算日過後了嘛 那接下來 投資長您覺得大盤會怎麼看呢 我還是給你兩個結論啦 好 疫情擺疫情 是 股市擺股市 股市最壞的 原則上過去了 是 原則上過去了 原則上 為什麼 因為按照我的數據資料 我不要跟你恐彎喔 按照我的數據資料 台灣是可能符合 什麼 市集警戒 市集什麼 封城 什麼叫封城 一個禮拜只能三次外出而已 是 然後呢 然後很多公司老闆 try down 等著倒閉 是 然後你不准上班 不准上課 連出去都不行 台灣是符合 那問題是符合 要不要這樣做 就是你要馬子的事情 是 所以剛才他們就問我說 頭上怎麼看 我說好煩喔 你們一下子給我那麼多數據 我頭很痛 你們真的都 因為大家對我期望太高了 對啊 當中古神 這種古神 對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到深夜 臨近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我會跟我自己對話 跟自己聊天 每天花一小時 跟自己認識自己 因為人們總是對自己 會期望過深 我常常要去 去調整這個心態 是 深夜的時候 我可能會比較有答案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基本上應該是 因為連續14天嘛 對 100例 基本上 機率蠻高的啦 通常你烏鴉嘴 我還真的不喜歡這種烏鴉嘴 可是就像我那時候打疫苗一樣 朋友 我真的都是歡迎去比較好不好 每天我們都先來幾分鐘 重複來練習一下說 我怎麼去預告這一切的 免得你們不認識我 好不好 那一定要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 要打疫苗 我是疫苗傳教士 有網友這樣講 我覺得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搬出到這家 我搬出到身邊很多朋友 我也沒搬出到身邊很多朋友 因為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自我意識 去決定這一切 所以股市中永遠有能賺錢 永遠有能賠錢 因為就算跟他講 勝利發生是什麼 他還是不同 一樣 跟人家講他打疫苗還是不懂 同樣我還是跟你講 你記得一件事情 今天來的A率40萬劑對不對 對 可是不一定輪到你 好不好 因為醫護人員都不夠打 醫護人員都不夠打 因為之前怎麼樣 我說 肉依 我那時候說 為什麼要打疫苗 我說趁現在能打的時候就打 不然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都在等莫德納 不是我說 對 我說可是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可是你的 對 趁現在能打就打 不然到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 要打沒得打 要打沒得打 對啊 完全育證認確 同時之前 非常多醫護人員 我身邊的朋友 醫護人員 醫生 護理師 大家都不認同我講法 哎呀 莫德納比較好 莫德納比較好 同學 廢話 難道我不知道嗎 對啊 為什麼我打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知道爆發的時候 是 你們 連醫護人員都沒得打 像醫護人員沒得打 肉依身邊也是很多 認識一些醫生嘛 他也說現在強得打 打不到 對啊 打不到哦 你有關係 你還不一定打得到哦 是 你要非常 打官險要 你可能才打得到 同學沒有 你打不到 所以這些東西就有預測 就是 就是我 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同學 這一波其實加入我最多會員的 反而是醫護人員啦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哦 投資長 哦 什麼叫有效率 什麼叫 什麼叫做那個 傳染力 RO值 投資長 可能 你不一定 像我那麼厲害 他就這樣覺得 可是 就人心預測 嗯 我的確比一般人強 是 我比一般的醫護人員強 因為我已經預測到未來 這個感染力 可能超級超乎強能 超超 超級的一個傳染力 而且我知道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連逃難都來不及 是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工程師 會加入的行列 他們懂製程啊 懂胡瓜啊 在開玩笑 你們懂3奈米 懂1奈米 可是你們不知道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可能會拖垮他的獲利 自由現金流量 這是什麼 你們懂一部分的東西 可是你們不懂全部的東西 所以我才是專家的中央專家 後面有算我講話很臭屁 沒關係 請你看重播 當初我怎麼跟大家講說 這個行情怎麼看的 來來來 我慢慢來看這些東西 好不好 我剛才有說 疫情擴散的時候 會跌一兩千點 所以我叫大家打疫苗 我們來看一下五四三二一 等一下 來 來看這邊 這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只能告訴你 如果疫情擴散的話 你反而越跌越來越要買 我覺得台灣疫情擴散 不會到印度到規模擴散 可是他會先恐慌的下沙 先跌個一千點 甚至可能跌到兩千點 肉依 跌一千點到兩千 五月三號台股有跌嗎 沒有 還沒有大跌喔 五月三號台股在這邊喔 五月三號我們看一下日期好不好 肉依五月三號在這邊啦 對 一個分析在這邊啦 五月三號台灣股是一萬七千四百七十四點啦 有沒有看到 最高一萬七千四百七十四點 收盤價一萬七千兩百六十點啦 對有沒有看到 對 在五月四號這邊是五月四號沒錯吧 五月三號 喔是五月三號 五月四號這邊啦 沒關係還是一萬七嘛 對不對 一萬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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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我們來看一下那一天日期 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喔來 是五月三號 五月三號有沒有看到 對 二十萬觀賞年數有沒有看到 五月三號喔 好 今天疊個一千兩千點喔 來看清楚 五月三號這邊 一萬七千兩百點 一萬七千兩百點的時候 我告訴你 疫情可能早要擴散了 來 繼續看 看重播 這五月三號對不對 對 繼續看喔 早就擴散了喔 來 點 對 可是問題是那邊 我說月底月要買點 我先跟你講所有的趨勢 因為 這不是我一個人決定 到底台灣疫情有沒有 早就擴散了 你懂不懂意思 他可能早就擴散 你懂我意思嗎 早就擴散了 嗯 早就擴散了 投資廟 你要的是一個來自未來的男人 你要的是一個 就算發言不正確 呵 這是我 可是他看到未來的男生 就是我 我去年823點的時候 我被好多醫生叮 你們聽不懂 我在告訴你們 再來一次疫情過上 我還是專家中的專家 因為我知道 能不能恐懼 是多麼的恐懼 疊一兩千點 我說會疊兩千點 真的還真的疊兩千點了肉眼 對 還真的疊兩千點了 然後我說疫情早就擴散了 是 所以那時候我是每天叫大家打疫苗 疫苗重播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現在好像一直在刺激你一樣 因為你們打不到疫苗 可是我沒有刺激你 我演講的時候 肉眼都可以作證 是 我每次演講人那麼多 上一次演講 比這個人更多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件事情喔 在解盤之前我告訴大家 能打疫苗打疫苗 對啊 我跟你講啊 現在你們很多人啊 0月少賺100萬也要有疫苗 是不是 是 可是沒有疫苗 現在來的AZ40萬劑 輪不輪到你 輪不到你 因為醫護人員要先打 的確他們要先打 沒辦法 因為醫護人員不打的話 一傳十十傳百 沒有這麼誇張 一傳十十傳百 可是我要跟你講結論 這個數據還會再擴張 同學我今天看到這個最新的數據 我嚇到了 萬華群聚事件 是 RO值 RO值是 我覺得簡單假設 傳染 就算最專業的東西 我沒有一般醫護人員強 可是你說基礎的那種醫學傳史 我已經比一般人強很多了 然後直覺我更是強 RO值 一個人可以傳染給多少人 對 高達5.5啦 5.5你聽不懂這個數據對不對 好 鑽石公主號你記不記得 船上好像 好像幾乎九成的人都得了 一名像中 還是密閉空間 鑽石公主號有沒有 那時候日本都不准他下船 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 去年這個事情對不對 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鑽石公主號也才5.7而已 它5.5 你還聽不懂對不對 好 一個人 來我問你喔 2的十四番多少 2的十四番 2的十四番這長費嘛 對 2的十四番1024啦 我應該沒記出來1024嘛 對不對 2的十四番就是 我這個病毒蠻毒的 一次傳給兩個人 嗯 蠻厲害的齁 對 那傳十四就變成了 2的十四番應該是1024 如果不是的話 幫我糾正一下 好 25 34 22 應該是 對 對 好 好 那就這樣子 2的十四番是1024 嗯 傳給10個人以後 傳給10個人以後 傳10次以後 是傳到1000多人去對不對 是 感覺這病毒很恐怖 傳10次1000多人 那RO值5呢 一次是傳給5個人 嗯 那RO以5的十四番多少 500多萬嗎 亂算 大概970萬 這麼多 這麼多 970萬 所以你只要 然後這一次的RO值是 三分之一的台灣 是5 5.5更高 嗯 台灣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病毒只要傳10次 是 基本上台灣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中標了 是 所以怎麼 怎麼 怎麼賀值 這賀值不完的啦 這只能減少RO值而已 對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都預告在前面 我禮拜六四跟你講 這個疫情沒救了 是 它只能怎麼樣 只能讓醫院不要癱瘓 就像台大也中了 亞中 亞東也中了 那個 那個 那個三種 松三分月 好像也中了 是 是不是 台大還安撫你說 這個不是群聚效益 可是有沒有傳出去 大家其實都知道 薪資助名 RO值為5 嗯 我跟你講那些醫學專家 那些反應專家 聽了都冒冷汗 餓 餓死不住了 餓死不住了 同沒有 我還是要跟你講 我人救的是救我粉絲 你們看我的節目記得 有疫苗人打 你要偷笑 趕快 因為 會有一群人 他到現在還是聽不懂我講的話 或者很有醫學嘗試 我現在假設我認識10個醫生 大概10個醫生裡面有9個人 是願意 願意打的 這樣聽懂我意思 我的朋友裡面 有一個 他可能 我舉個例子不知道舉誰 哦 他還是不想打 為什麼不想打 哇 我又有血栓 我也不懂為什麼他會覺得血栓 嗯 做過實驗研究 584萬人裡面 只有32個人是血栓 對 結果男生 才佔6個 女生 才佔26個 所以男生血栓極率很低 還是男醫生 還是主任 是 6個血栓 那基本上 如果患上台灣的人數 大概24個血栓 全部打疫苗 那24個血栓 跟現在 可能幾千人已經得了 得了那個 武漢新冠肺炎 哪個比較嚴重 當然是血栓機率比較低嘛 第二個 台灣人 亞洲人得血栓機率 又是歐洲人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 就算2000多萬人得 基本上不會有一個男生的案例 得血栓 對 所以請問你們告訴我 你們血栓的疑慮是什麼 醫學傳四不是應該用數據來辯論嗎 很多人辯不贏我 可是最後還是決定不打疫苗 所以我只能救 人聽懂我話的人 就是 跟你結論 跟你結論 記得有疫苗打 偷笑了 趕快熬夜定都沒關係 雖然你可能會造成排擠 排擠我身邊有些認識的人現在想打 可是沒關係 反正我能救幾個就救幾個 結論 疫情還會更嚴重 甚至封城 看政府要不要封城 可是標準是會達到的 嗯 一個人傳五個人 跟一個人傳兩個人 你看傳十次一千兩百多人 傳五次怎麼樣 九百多萬人 是不是很恐怖 對啊 是不是很恐怖 對 聽到這個數據有沒有很恐怖 數學威力很恐怖 毛骨悚然 很恐怖 很恐怖 嗯 所以代表這個疫情 這個傳染力比你想要更強 啊為什麼戴口罩 降低RO值嘛 可是代表他可能本身就五啊 你再回去家人 你都 你那一輩子都不跟你家人擁抱嗎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看到未來了 因為到最後大家現在會降溫對不對 過一段時間後大家受不了 我還是要聚會 我管他的得就得了 因為日本就這樣子 嗯 日本我管你這麼多 到最後還是會增溫 所以最後結要是什麼 疫苗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 你們在推論很多事情 我已經A推到Z了 所以很多說AZ疫苗剛好是符合我 我A看到B看到C看到Z 你懂嗎 到最後還是會再增溫 就算下滑還會再增溫 做什麼 還是疫苗解決一切 所以疫苗才是股市 也是疫情的唯一解藥 其他都不是 好不好 可是就 疫情來講的話 嗯 它有助於股市 因為什麼 我現在看到很多有錢人啊 在家沒事做想做股票啊 是 就 可是人生活得很沒意義 你知道嗎 我身家有幾十億有幾百億 我只能躲到陽明山人別墅 北投爲別墅 都在別墅裡面幹嘛 早上起來幹嘛 第一天覺得還好 哇優國優民第二天哇 真的無聊 好我來做股票好了 就做股票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家裡 沒事做 趕快來參加行列 我是認真跟你講 因為股市還會噴啊 股市還會噴 TOMEO 我講一件事 全台灣只有我郭哲隆 是第一個打疫苗的分析師 我打還是自費的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我難過的是很多人聽不懂的話 可是我一開線是 因為很多人聽不懂的話 所以輪到我郭哲隆 打到疫苗 因為我不是達官顯貴 我也不是醫護人員 要是所有醫護人員都聽得我全部講的話 輪不到我打疫苗 所以我只能又難過又開心 因為有人聽不懂 我才有生存機會 因為有人聽不懂我股市的話語 所以我過程才有 才有混口飯吃 所以我才成為全台灣粉絲人數最多的 因為我永遠看到很多人看不到未來 這件事 台股還會創新高 還會創新高 還會創新高 所以市集警戒理論上 理論上 台股最低點還是15 159點 同朋友這個我都預告在前面 我不是私奧話哦 我不是私奧話馬歐炮 你們現在一直想問 是不是V轉是什麼行情 可是這跟你講 確定低點過後 你就用力做多 我們再來看一次重播 剛一次看的是 5月3號 我說疫情會擴散一兩千點嘛 對不對 對 5月15號的時候 5月15號的時候 來 上禮拜 6的時候 我說 三級警戒就見低點了 來 原子上就最低點 就最低點了 所以你從這點上 原子上 講過一件事哦 因為我講過一件事情嘛 我說過三級封城 三級的警戒 基本上就見最低點 那 就最低點有沒有 最低點有沒有 最低點有兩種 又是殺去的拉上來 又是一路殺 這不講 三級見最低點 三級警戒 見最低點 這是我假日加班路的 朋友 我是工作 我熱愛我工作 就是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看不到未來 所以很多人得要看我節目 你得要看我節目 你覺得我每天要重複一樣的話 肉依真的廢話 因為過了半年後 你還是發現疫苗是唯一股市的結業 你覺得我重複半年 so what 你才知道 哇疫情下去了又上來了 因為到最後傳染力太強了 大家還是受不了 還是得要跟親人抱抱 還是得要跟親人見面 到最後那個傳染力太恐怖了 發現 完全繞了半年 郭總你講的話 永遠都是對的 所以我粉絲為什麼越來越多 因為我跟所有的分析師完全不同 全台灣沒有一位分析師 你有一個財經節目 在三三禮拜 在五月初的時候 叫你打疫苗 叫你跟你說股市下連是疫情 所有人跟你說 看空是什麼 通膨增溫 融資太多 我不要去攻擊同業 因為很多同業看我節目 我跟很多分析師節目 跟很多分析師是好朋友 可是 我講的是事實 只有我看到 很多人看不到未來 再跟你講一件事 你看 你是不是說 三級幾屆見低點嗎 這第一個 對 畫面給我 每天要跟你重播一些東西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新的內容 因為四級警戒 看起來是有機會 是 原則上四級警戒 應該還是15159點是低點 因為基本上大家已經可以預期了 好不好 是股市中比較聰明的人可以預期 我知道很多人還在警戒 哇四級怎麼辦 我第一次要封城 我講出去 我看明天今天 那個好事多 然後那個 全年可能要排隊了 四級警戒 沒有 我先前到 四級警戒是 基本上是符合規定的 是 我已經看到14天以後的台股了 14天以後 你們的未來了 可是政府要不要四級警戒 那是政府決定 為什麼 因為他一決定 會影響很多人 那個民意絕對下滑 是 因為我 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執政黨第一次做反應非常好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我覺得我給不及格 我不是要去批評政府啦 民不與關鬥 可是我講的是事實 因為你就是有一年的時間 你去溝通 去要疫苗 去要快篩劑 通通沒做這些事情 你懂為什麼 你懂嗎 你懂嗎 等到火燒防止了 會修除完 還在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不滿意的地方 這是我真的不滿意的地方 因為 如果你們夠警戒性 其實 一開始就要囤積了 對 囤積糧食 囤積疫苗了 不是現在 當然現在 亡羊補牢有始未完 只是我說我不滿意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 好 第二個 5月17號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我直接講 就是間諭第一點嘛 對不對 對 第一點就到了 就是禮拜一嘛 基本上 我原則上覺得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第一點 好不好 第一點 看到沒 這是5月17號 對不對 禮拜一 禮拜一 點閱率稍微就要低一點 大家不相信我講的話 5月17號 2萬7千次的點閱率 我兩個影片 加起來也要快十萬 當大家悶在家時 只能做股票 原則今天就最低一點 有沒有 所以你看 而且 文亂時候他的文章 直接告訴你 禮拜天晚上對不對 直接告訴你 禮拜一 有沒有跌破115 165點 165 沒有跌破115165就最低點 有跌破115165 就是 15165最低點 禮拜一就可以知道低點是什麼 你看完全正確 是 完全正確 你看昨天早晨八百一點 昨天參加我行例很多 因為很多人說我來自未來的男人 對 人家說有來自欣欣的人 也是來自未來的男人 有沒有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講 在正中間跟你宣告 疫情會增溫 股市會散漲 疫情會再增溫 會增溫到你想像不到的境界 這次RO值太恐怖了 是 傳染力太驚人了 一次可以傳五個人 非常之恐怖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 萬華茶室 它是密閉空間 就像鑽石號公主號 可是也太恐怖了 你有沒有想到 現在傳到南部也有 中部也有 你看只是去個萬華 恐怖的要是 當初全世界的人都在笑萬華 我不敢笑 因為我媽媽也是萬華出生的 好不好 為什麼不敢笑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知道 到最後你們都要笑自己啦 沒什麼差啦 知道嗎 所以沒什麼好笑 現在大家有口罩 可是口罩怎麼樣 口罩到最後你們只有兩種選擇 得疫 得病 或者打疫苗 隨便你們自己選 我會選擇打疫苗 我已經打了 我最有說服力 從這個階段告訴你 我就是看到未來的男人 第二個 我要跟你講個股票 來 我們開始來臭屁股票了 好 每天講10分鐘 20分鐘的疫情 可是 欸 我連可能是 你記得都講了 所以今天有點增加了 是 幾分鐘了 20分鐘 朋友我再講一次 就算我節目有29分鐘廢話 一分鐘 跟人家講不一樣的話 你就要看 我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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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你 會不會 不要說管你啦 我不管各位 你覺得我是不是跳針 從這一次事件你就知道 我跟別人不一樣 連專業性 連醫學背景 很多醫學背景的人 都沒有辦法預測到這一次 我預測到了 你得要相信我的專業 你得要相信我的知覺 我的天賦 就是比一般的分析師 甚至比一般的醫護人員 強得太多太多了 沒有這是事實 醫護人員可以知道 Moderna疫苗 比AZ疫苗好 這我也知道 可是我更可以知道的是 這件事情 如果擴散出去的時候 你們連打都沒得打 這就是我贏別人的地方 這就是我贏那些工程師的地方 他們知道製程 可能他們不知道 那些財經背景 那些財務報表 看的是什麼 怎麼決定 這個股票怎麼買 所以在最恐慌的時候 我給大家信心 很多人謝謝我啦 頭長我雖然沒錢買股票了 可是最恐慌的時候 你給我信心 我不敢賣股票 我不會賣股票 我本來是不敢 我本來是一定要賣股票 我變成不敢賣股票 敦泰兩個展廳班 有沒有信 彤彤 我有跟你講啊 然後咧 2603長龍 為什麼 聽說這 我今天看這 我今天我PTT 我是沒有看直接那個時間 因為不可能每一個時間 低每個盤 我有時候要開會 14,300 我大戶直接敲進去 直接暫停鎖時 對 為什麼 現在我就跟你講 有錢人 有錢人最怕死 我也很怕死 是 有沒有 我也很怕死 我賺到錢了 其實我可以退休不工作了 有沒有 那不然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他說你賺那麼多錢了 你又沒事做怎麼辦 只好做股票 只好做股票 這更大 2603的長龍 2603長龍 來 肉影 禮拜一是不是跌停版 對 跌停版到底什麼意思 隨便你買都有人賣給你 是 就跟疫苗一樣啊 是 隨便我排隊 都有人要給我打自費 現在呢 拜託 呼天搶地 拜託給我疫苗 有沒有理你 沒有 呼天搶地 拜託給我買殘龍 買60塊的殘龍 拜託讓我買到62塊的殘龍 那我買到60 到了 什麼 買不到 買不到 那拜託讓我打到AD疫苗 可不可以買不到 之前隨便我排都可以買到 對不對 都可以 所以你看 這個股市就跟人性一模一樣 真的 我殘留股市殘留人性 肉影的沒錯嘛 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預告 來看一下預告 來畫面給我 來 殘龍回檔 我直接講 這是 對 這是5月17號 對 那天跌停版沒錯吧 沒錯 今天19號嘛對不對 來 能怎麼辦 所以我扯遠了 好來 跟你給人一些股票 投資長 你不是說那個殘龍 回檔30%你要買 喔 沒有錯了喔 我買了喔 喔 這已經回檔40% 我買了喔 我在今天買了喔 今天買了喔 今天買了喔 跌停版沒錯吧 對啊講得很清楚 今天買了喔 我在跌停版的時候 63塊.1了一天喔 跌停版買了喔 我就是有嘎詞 我就是鐵證的漢子 我就是說話算話 我就是來自未來的男人 你們講話就講話很臭屁 你講話超臨呆 So what 去年一次八二三點 你們覺得我是運氣好 那為什麼我知道疫苗 我去年五六月 我就知道疫苗來 為什麼 去年五六月我就知道 有疫苗 一種以上疫苗發生 所以我也可以看過那些 預告嘛對不對 你回去可以加我Telegram 加我LINE 你只能看我今天以後的文章 加我Telegram 你可以看我之前所有的預告 你會發現我來自未來的男人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所有同朋友 餐頭在講 會啦 馬斯基也沒什麼回檔啊 是不是 你全球航運股的龍頭 在怕什麼 在怕什麼 回檔40% 行 我說過一句話 他強認他強 很多人說 OVER O O O 頭長 嘴你的頭 沒有O 口長你怎麼O星腿 沒有O 沒有O沒有關係 我知道是O型 我選情,是O型 他強認他強啊 是不是?回檔到100塊 再 我就不追 到60塊 代替性版 隨便我買 隨便我買 挂低點爛高點 偷 эконом難得到 我開心 而且我預告的前面 肉依問我們說 回檔三成以上我才考慮買 對 都有講啊 剛才也有一個預告喔 很早之前就說 很早之前喔 我就等嘛 我多有耐心 而且圖長很厲害 因為你帶大家其實避開了那一段下跌的風險 因為你那時候就一直有說 你要等他回檔再買 這樣比較安全 真的要代替大家好好謝謝你 因為現在大家就已經賺兩根 兩根閃停板 好啦 你不要說你買最低門 好不好 你只好一根半有吧 對 是不是 一根半有吧 所以我不認對我說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同朋友 再講一件事情 股市還會噴出去 萬潤這種走勢算非常抗疊 它還會噴出去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還會噴出去 頭上 台積電如果染疫怎麼辦 你這邏輯很好笑 來 放清楚 大家最怕的台積電是染疫喔 好 那不是更缺貨嗎 對啊 我只會問一件事 喔 跟航運股一樣 對對對 為什麼現在貨運股 為什麼那個韓運股 攢那麼多 因為功能染疫嘛 對 功能染疫出不來嘛 是要攢價嘛 是力度外力控 喔對呀 頭上講得對 是力多啊 是 所以台積電如果公共產生是染疫 怎麼辦 買啊 怕什麼 再講一件事情 去年你們不知道 你們罵像我那麼厲害 知道8月23年是最低點 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股市會維持無限QE 沒關係 可是去年已經來 去年已經示範一次給你看了 怎麼樣 全球股市因為疫情關係 反而會創新高 這一次也會示範一次給你看 全球怎麼樣 全球的一個股市 去年是因為疫情而升溫 今天台灣股市以為疫情反而升溫 告訴你喔 好 那都是阿怎麼辦 那些熊吃沒得救 餐飲那股沒得救 我跟你講 小英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些救難措施 馬上出現 你相信我 因為疫情會比起來都嚴重 侯長你不要再講 欸 我還真的希望我身邊所有人打疫苗 可是 我跟你說真的 事情就如我所料 就會發現他就是這樣子 我們說 我那時候說90%的信心 我說還會持續擴散 對 今天多少例 所以你看今天跌了 這個好準喔 所以現在盤中數據資料 來 黃美哥 現在盤中數據要怎麼樣 這盤中數據要來來 超準喔 你看喔 所以你看看 昨天增加240例是變少了 對 跟330例比較是變少了 對 變少了啊 所以昨天漲792點 你看喔 盤中都有人知道消息喔 今天變多了 可是雖然有AZ疫苗他還是緊張 所以跌了 行 因為AZ疫苗來的不夠多啦 至少要來200萬劑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啊 我還是懇求政府喔 如果官員看我節目 你買那3千萬劑還太少了 你買個5千萬劑好不好 有沒有 買多一點浪費錢沒關係啦 不要怕被彈劾啦 人命關天 我真的很認真跟你講 3千萬劑也不夠 重點是人家會犯你鳥啊 有沒有 好處是美國 來聽我講 好處是美國願意把Modella疫苗分出去的 但美國疫苗現在過剩 過剩太多了 然後重點是又有一點難題囉 美國疫苗過剩太多的那一件事 美國是有可能緊急復甦喔 好緊急復甦後的台股 是有點難操作的喔 是 所以現在最好做是現在 我沒騙你 等到7月8月 美國緊急復甦的時候 它是後疫情時代 慘了很難預行的 就美國是後疫情時代 對 就台灣是新的疫情時代 是 美國疫情會變少了 台灣疫情可能在持續增溫 所以你要老天保佑 趕快RO值降低 真的天佑台灣 可是你說要變零嗎 我覺得機率是超級低 好 我是說變數值變零超級低 好不好 記得講這句話 所以你們要長期看戰 記得 這是長期看戰 長期看什麼 很久 你也不要現在很緊張 投資長我都不要碰面 不要碰我親人 完全都不要碰 我每天緊張兮兮 你這樣撐不久你知道嗎 你這樣撐不久 因為還有捷運這個東西 所以遲早會持續擴散 沒有人會懷疑自己是 我問你件事啊 一般人 是不會覺得自己是神經病 就像一般人 不會覺得自己有病一樣 不會有事沒事 大部分人是怎樣 為什麼不想打疫苗 他覺得他不會那麼倒楣 是 就這個心態嘛 我不會那麼倒楣得病嘛 所以我不想打疫苗嘛 可是我打疫苗可能會不好 所以 從疫苗事件告訴你 絕大多數人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我要教你心理學 你懂了心理學以後 我教你才懂事 聽懂 絕大多數人是不願意去面對現實的 我都每天都花一小時的時間 我才能面對現實 真的 我每天花一小時 我希望你跟我做到這樣的地步 好你不行沒關係 那你就照著我的走 照我的指令走 絕大多數人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所以他們不願意打疫苗 等下四大 大爛零頭算才打 一樣 絕大多數人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所以很多人他覺得 他沒有什麼症狀 或有症狀的時候 他是不願去快篩的 那這些人就變成無症狀的傳染者 對 這個一直不了 這樣懂不懂 好 我還是花太多時間在疫情 可是同朋友我要跟你結論很快 股市絕對超級大力多 股市絕對超級大力多 十倍本益比的股票 我要用力買 其實買這些 你說通常有沒有新股票 不需要 官司買長榮不就夠了 今天閃停買對不對 對 還有機會閃停喔 我跟你講到90塊很正常 到創新高我看一下好不好 從60塊到90塊 肉依是50% 所以還有很多股票 占50%喔 還有很多股票 還會漲50%喔 哇 我跟你講喔 還有很多股票還會漲50% 6187萬潤 這個還有機會在漲嗎 還有機會在漲 萬潤是很看跌的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很看跌的股票 漢堂 同朋友 漢堂這個值利率已經很高了 6-7% 你在賣什麼 你應該是買股票 台積電600塊以下 是老天送給你禮物 然後跌更兇的是 紅海 那個更不用怕 我講得非常清楚喔 一樣 那關照呢 關照本益比可能不到10倍 你看講一講 你會拉起來了 雖然我這些股票 不到本益比10倍是你最好的股票 頓泰不到10倍本益比 如果他今年 他今年是有機會賺什麼 他今年是有機會賺120塊的 他今年有機會賺20塊是有可能的 20塊20倍本益比400塊 現在會貴嗎 我那不是說他目標價 只是就EPS來講 不到10倍本益比的股價 IC設計 IC設計動載20倍本益比 還有30倍本益比 還有40倍本益比 我之前金利克給你搞到40倍50倍本益比 太誇張了 我不必要 我只要10倍本益比就240了 20倍本益比就400多塊了 很難嗎 我又不需要 那150是不是可以買 是 是 我沒跟你講目標價 可是我覺得這邊超級低 台劇也是一樣 10倍不到本益比你怕什麼 一堆股票 根本就是這邊 要好好用力買 803漢全 不到10倍本益比你在怕什麼 同樣這邊很多股票 又用力買 我謝謝大家 昨天喔 這個剛好推出專案來嘛 對 這個我們的冠軍999專案 999專案 好多人 今天截止了 可是我跟你講 最好的專案是 標股 最好的專案是 打到跌跌停板 以後要展停板的標股 像敦泰像長龍一樣 所以我手邊還有很多這樣的股票 我歡迎趕快來進場 來電預約 歡迎來電預約 歡迎來電報名 0800 預約也差不多 昨天很多人問啦 080668085 08085 來 疫情方面 還會更嚴重 可是股市方面 很多人悶在家裡 股市方面 它還會創新高 全世界去年 已經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了 全世界股市怎麼噴出去 你現在你要 忍住你的恐懼 好好用力的 帶著鋼盔 往前衝 你說好不好呢 不論對或錯 一切一切我一個要前面 去想看我是怎樣的男人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打疫苗的分析師 你去想看我是不是預告在前面 我是不是來自未來男人 想清楚歡迎來電派8名 也預祝各位 身體健康 然後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瞭解更多資訊 把握行情嗎 歡迎來電派8000668085 榮耀花來見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4 8 4 2 4 2 1